这一讲是要讲研启发法 那为什么有这种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这种方法的本质 就是说很多的作为研究问题 或是OR的模型是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整数规划 然后呢非线性规划 一般而言都是非常困难的 那Letter来形容这个困难 有什么样的困难呢 不太可能去解到一个最佳解 这个是问题本身的困难 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人知道更好的方法 是不知道的问题 所以在很多的实际上的人类碰面到 我们生活中很多问题 都是属于这种问题 那但是问题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求解 因为我们还是要继续运作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可行解 也就是说这个是满足所有的限制式 然后呢距离目标我们达不到 比如说我们目标 我们利用线性这个回归松弛法 知道我们目标是100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200啊 对不对最小是100 我们现在是200有距离啊 那我们现在找到200 那距离差100啊 那我们继续用各种点数码想要逼近这个100 100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呢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可行解 如果是最小化了 使我们目标越小越好 那这个目标呢 可能是你的成本 可能是你的油的消耗量 可能是你的最短距离 就是因为我们这群里讲了这么多的例子 那当然是如果是目标是最小化 我们当然越小越好 所以这个是原则是这个样子 那这种启发法呢 基本上是用来 一般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通常是迭代的 所以我们这一学期呢 教了非常多的演算法 都是用迭代的方式 所以每一个迭代呢 专注在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 跟谁比的name 在先前找到的 一次比一次好 那这些呢 有一个ahoc 就是特色的 也就是说呢 你被选择的方法呢 是针对你的特定的问题 而根据你 也就是不同的问题 让你选出不同的方法 那这种原启发法呢 就是提供一个一般的结构 跟策略的准则 然后呢 去适用了你一个特定的问题 所以单单这方面的研究呢 也非常的多 然后呢 我们系上也有在 我没有记错的话 也有在研究所开一学期的课程 所以这一方面呢 又可以再教一学期 我们看一个例子 叫非线性规划的问题 然后有多个区域的极值 最佳节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你一个区域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也是广域的 然后这是一个区域的极大 然后这个区域的极小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区域的极小 那我们要最大化呢 一个五次的多项式 然后限制式是0到31之间 那一般呢 简单的所谓的这个经验法则的 这个解的方式 又是用爬山的方式 就是用梯度搜寻 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要最大 那我们就下一个梯度 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这边 然后就停止了 那问题来了 我们的最佳节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呢 当你呢 一个区域的极值呢 到达的时候 你的程序呢 就会停止的 所以呢 你的最佳节呢 找到的是根据你呢 程序呢 从哪边开始你这个搜寻 所以如果你开始 从那边开始搜寻 哇 那你运气好 对不对 他就往这个地方找 但是呢 如果刚刚是在这个地方呢 你找到的是这一个 所以这种梯度搜寻法呢 跟你的起始值 开始找的地方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